《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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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三年多以前我父親發病到現在啊 我就從來沒有一天是睡到 覺得我睡夠了我起來這樣子 那時候我的生活還非常混亂 就是每天睡眠時間 加起來是不到三個小時 因為半夜我爸爸會起來這樣子跑 我去追啊 那時候天氣又很冷 所以我整個精神狀況 其實我覺得我的能量變得很低 甚至也想過說 哇這樣的日子我可能真的過不完耶 還是說我乾脆就 我如果死了我是不是什麼都看不見 就這麼負面的想法每天都會產生 就是因為自己已經承受太多了嘛 然後我那時候在網路上面貼第一篇 跟照顧者有關的文章 我就發現底下很多人講說 要洗服 這是你的福報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突然發覺說 其實這些講這些話的人 他們並不是不好 而是他們不懂 他們真的不知道 這種照顧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 他可能沒有機會照顧 他就會覺得 哇你還有什麼好講的 你還要說你覺得很辛苦 你起碼還有可以照顧的機會啊 可是他們就會形成一種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會 會形成一種 對於照顧者很大的壓力 所以每次只有照顧者發生事情了 自殺啦 殺了人啦 要上社會版面 大家就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然後就說照顧者真的好辛苦 可是每一天在台灣 有這麼多的照顧者 正在走這麼樣危險的一條路 可是他們想要傾訴的時候 別人就會說 這是你的福報耶 要洗服 他就會覺得我真的很不應該 我怎麼可以去說我很辛苦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已經是命懸一線 對不對 所以像我之前寫一本書 我被中人裡面講 照顧者佔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後來就引起 台灣很多照顧者的一些共鳴 就說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的生命有照顧者 你發現他很辛苦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跟他說 這是你的福報要洗服 你如果真的是他的好朋友 你也許除了安慰他 擁抱他之外 就問他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我可以幫你做的 也許我只是幫你掛個號 也許我只是幫你再去醫院 或是什麼 只要一點點一點點 其實對照顧者來講 就是很大的希望 我說其實你才是他的福報 如果你願意幫他 不要再說照顧父母 是你的福報要洗服 他有個喘息的機會 對對對 是另一部分 是你的福報要去 可謀